现在人工技术上已经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了 现在人工繁有大熊猫 现在的权贵来说 基本上就集中在 恶龙 我们成都 还有北京动物园三个地方 其他地方的大熊猫 都没有繁有的这个条件了 一个是数量非常少 而且的话第二个都是 多数都是年龄偏大 没有繁殖能力的猫 在工展出了 那一年会有多少的 这个熊猫老死 一年又有多少的这个小的熊猫出生呢 在去年当然是比较好的一年 去年全国 出生的大熊猫也活了 现在是九只 就是恶龙那里有四只 我们成都五只 是去年的情况 那在总的这个数量上 到底人工绝养的熊猫是在增加呢 还是在减少呢 目前呢 目前看人工四样大熊猫 因为最近这几年 繁殖比较好一点 大概 生或死的话 基本上能够 能够 能够 能够保持平衡 那如果我们大熊猫 这个出生的数量 多一些的话 我们会不会还考虑 像各个动物园 来提供一些新的熊猫 因为刚才这个张主任说 各大动物园 现在熊猫 这个老龄化的程度 都非常的高 因为这个全国大熊猫的展出的话 熊猫的移动 调配 都不在集成单位 这个都国家统一安排的 具体呢 就要通过国家林家总局 国家建设部 他们做统一的安排 中国大熊猫 步入老龄化社会 动物园里的熊猫 年龄普遍偏大 它需要休息 编中演奏的 中国终于把自己的声音 第一次送入了太空 请记住这一时刻吧 两千多年以前 就在淮河岸边 也曾经回荡着 同一座编中的声音 今天 两千年前的乐器 演奏的当代的乐曲 真可谓是一曲千古绝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